可能我兒子的面試OK 可能劉小姐對他專長的推介都做得很特別 所以我們在3月份之前 我兒子已經拿到3封的提早入學通知書 他都說劉小姐是很少有的 提早錄取書 書王兩個星期就要你給那個訂金 即是要你立即答應 在3月份才答應 我們沒有經驗 覺得有一間都有六成的要求 達到六成的要求 我們又沒有問劉小姐 她有誠意 我們有誠意 立即給了1萬元訂 劉小姐知道了 就打電話來 袁太 不是吧 你趕快給訂 她說你都沒收完通知書 她有誠意 我們有誠意 不緊要 她說不是 她說你跟著下來的學校應該都挺好的 她說 都不緊要 都有六成 都可以了 我說 都不錯了 跟著 差點給你講對了 3月10號 多了4封的取通知書 包括有兩間 我老公說不喜歡的名牌 但我們在香港in了 收了 排名 投實名牌 有一間 都收了六成通知書 有一間 我們都當是第一次元的 嘩 我糟糕了 你看 蠻溫巴多不多 少不少 怎算呢 劉小姐說 你如果攤開的 如果你認為不貴的 都可以去的 那十幾日時間 我和我老公是很煩的 究竟聽誰呢 那個叔叔就說 不緊要啦 這間 教學費那間 又多好 最緊要呢 適合你的兒子 那要講服我 其實都不是這樣 雖然家庭主婦而已 我們都很多 司拉出主見的嘛 那打電話 不僅僅 再經過那些朋友的朋友 你 看看 當地人對兩間學校的口碑會在哪裏 停回到哪裏 跟著 剩下 都不僅僅 由他 總之周圍辦 就是拿了 最終呢 我的老公的同學劉小姐說 都 決定去回民開間的 那你最好 給到在校的家長電話給我們再談一談 他說 這幾個好難問的嘛 因為美國人在港私隱 無論提供舊生家長的電話 啊 劉小姐又拿到給我們 那我們聯絡到想讀那間 跟那個家長都談了解禮 了解了那些學校的校風 他的教育制度 和大學生學律 都很有信心 那最難處復呢 其實是那個叔叔 因為那間 給了錢那間 是叔叔的主見 是吧 即是你不可以得失他 這麼多年朋友 那我 扔回那波給劉小姐 劉小姐 你跟我講服他 那劉小姐呢 都用很多電話 郵件 最終 土姐都講了一兩天 然後他叔叔又講了兩句話 傳了郵件給他 他說 自然我給了錢給你 我就想找專家的意見 聽專家的選擇而已 那算吧 我們按照你的選擇去 那最終 我兒子就選了 最後通知那間 那這間學校呢 就排名全美國53 都有一定的中國人數十九個 就香港人就四個 我販毒很大的 因為我老公見過 好似吃桃菲那樣吃 一定有飯吃 有意粉吃 宿舍就 一班宿舍兩個人 在這裏 我多謝劉小姐 幫我兒子找到那間這麼好的學校 也希望將來的日子 你們有求於劉小姐 她都可以當你們的兒子和女兒看待 完了你們王子成龍 王女成鳳的心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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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